今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海底撈662 簡選原因是秋冬季是火鍋旺季 在內地經營超過1300間餐廳的海底撈 預料會受惠 隨著內地消費復甦 出油聚會社交需求增加 海底撈的門店客流有明顯的提升 市場看好海底撈的翻台修復趨勢比同業更好 花旗引述管理層提到 公司在7至8月的翻台率 每天超過4次 2019年每天4.8次 秋冬旺季的10月份 整體翻台率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85% 其中11黃金周期間的翻台率 恢復到2019年90% 不過7至10月的平均售價 較上半年有所下降 股價走勢上 海底撈昨日收報16.98元 升了5.3% 形態挑戰10月伸延以來的下降軌 如果能夠突破下降軌 股價預料可以上市19元 策略上可以撈16.5元附近吸納 每套適宜守在15.8元 高血厚位自在19.88元 燈 詐欺貶 以詐欺貶 亚信